南無本師釋迦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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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節南昭佛 佛今見聞得壽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們看五十八月 講到文法的心態 文法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都講修行修行 但是到底怎麼修行 一般人其實是不太了解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修行 就是從明朝清朝以來 大部分的修行 基本上大概是三個方向 所以說一般佛教徒認為修行 第一個就是參加法會 拜燦啊 送經啊 佛七啊禪七啊這些 這些就代表修行 當然啊就是一個就是送經拜餐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念佛 第三個就是所謂參禪 那當然啊另外的在印度 什麼是修行 慈見苦行 是不是修行 觀呼吸修禪定 這個是修行 沒有錯 在佛教裡面 這個也是修行 借定會 可是 慈見修禪定 送經的目的 是為了什麼 為了解脫 如果你慈見不能導致解脫 禪定不能得解脫 那麼 他並不是佛教的說行 那怎麼樣才能得解脫 斷煩惱才能得解脫 那煩惱的 煩惱的根本從哪裡出來 從無明 無明是一切煩惱的根本 那無明是什麼 無明就是不明白真理 那真理是什麼 緣起於我 好 我們就回到佛法的核心 不管你修什麼 你如果送經 你是要明白 因果夜霸的道理 要明白 緣起無我的道理 這個你要知道 你如果慈見 那你慈見 修禪定 是為了 讓你斷煩惱 的基窮 給你斷煩惱 帶來力量 減少障礙 是為了這個 就好像你為什麼要吃飯 為什麼要喝水 你不是為了吃飯 就吃飯 不是為了喝水 而是為了長養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身體 長養豬根 為了要延續生命 你如果吃的飯 吃了沒有吸收 吃的飯沒有營養 有吃飯 跟沒吃飯 有差不多 那這個一樣 你修行 你所謂的敗燦 誦經 持咒 念佛 禪修 如果他不能引領你斷煩惱 得解脫 不能讓你不做三二道 那你的這個修行 到底有什麼意義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理解的 那所以很多人 他根本在學佛當中 他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真理 他只是念佛 但是不曉得佛說了些什麼 所以有很多的人學習佛法 他根本就不曉得佛法 他認識的就是 這個是釋迦摩尼佛 這個是阿彌陀佛 這個是觀音菩薩 我只要鼎禮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在我困難的時候 就會來幫我 我只要鼎禮阿彌陀佛 我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在我靈命中的時候 就會來接我 大概就是這樣 不是 釋迦摩尼佛跟我們講的 不只指是這樣 他最重要的是包含 我們在生活當中 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在生命當中 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我們應該要怎麼理解 這些困難這些煩惱 這些痛苦是從哪裡來的 需要用什麼正確的方法 可以解決生命中的痛苦 我們更需要的是這種 而不只是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望在 觀音菩薩身上 阿彌陀佛身上 都希望現在不好沒關係 等我死了就會變好了 不是這樣 佛法不單單只是這樣 現在痛苦我要忍耐 忍耐到我死之後 去極樂世界就好了 不是這樣子的 當然你念佛 你不一定是我現在必須受苦 不是 學習佛法的最重要是 憲法樂 憲世就得快了 苦行外道就這種觀念 我要忍耐 我受苦沒關係 我受苦就療苦 等我苦盡 我就解脫了 很多人念佛也是這種觀念 我要忍耐 我痛苦 我要忍耐 沒關係 我一直念佛念到 念到我死了 我去極樂世界 我就解脫了 很多人念佛 是用苦習外道的觀念來念佛的 佛法不是這樣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管 所以念觀音菩薩 對念媽祖是一樣的 信阿彌陀佛跟信上帝是一樣的 很多人是這樣的觀念來學習佛法 是錯誤的 所以我常常講 學佛一定有三個去向 叫做向上 向上 向解脫 你有那種去向 你一定不是 你一定是越來越好的 包括你的心態 包括你的生活 然後你一定是 向上是越來越好 向上是 向上 向上 向解脫 就是你因為學習佛法之後 你變得更好 現在比以前好 未來會比現在好 你有信心 而且一天會比一天好 學佛一年跟學佛一天不一樣 學佛一年跟學佛三年不一樣 你一定是 越來越真善的 而且 有一個很重要的 向上向上 外道也有 他一定是向解脫 一定是痛苦越來越少 向解脫就是有一個特徵 就是痛苦會越來越少 煩惱也越來越少 只有你煩惱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的痛苦才越來越少 只有你的痛苦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才能夠趨向解脫 因為解脫就是沒有痛苦的狀態 解脫就是沒有煩惱的束縛 滅盤就是沒有痛苦的狀態 這個是佛法講的 你一面帶著痛苦在念佛 一面帶著忍耐在念佛 然後一面帶著希望在念佛 佛法不是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人 學習佛法 明清以後就剩下兩個 三個 一個就是我們講拜唱 那一個就是什麼 禪宗 禪宗強調 很多人強調 一念不爭 然後強調 要明心見性 然後就開悟就好啦 可是明的是什麼心 見的是什麼性 有沒有弄清楚 很多人修到最後明的是什麼 真心 見的是什麼 自性 佛法講的不一樣 那個是外道的說法 明的是真心 見的是自性 佛法講是 心是虛妄不死的 性是無自性的 你要見無自性啊 你最後是確實 你修行了那麼多 那麼久 最後是 最後是了解這個真心 見到真心 然後見到自性 就放我合一啊 後來變成放我合一啊 還不是外道 一樣是外道 這個觀念很多人其實 沒有 所以佛法我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最基礎你世間證件要知道 然後 進一步驅入世間證 出世間證件 那世間證件跟出世間證件 是一體兩面的 有一個人世間證件 有防腐生的年 有過去有未來 那你了解了這個 有越遠世界面 足形無常是生面法 那麼 這個 足形無常 諸寡 物環越環境性 這個道理 一定要懂 你看有多少學佛的人 不懂這個道理 完全不懂 不懂又不學 那所以 他以為在學佛 可是佛是什麼 我們說過嗎 佛就是佛頭的簡稱嘛 這個很多人 道理都不知道 只會念佛 但不知道什麼是佛 都在學佛 但不知道佛到底教我們怎麼修 不知道 都以為是修學 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們常常講佛頭是什麼 佛就是佛頭的簡稱嘛 佛頭是覺者嘛 覺悟真理的人嘛 覺者的意思就是覺悟真理的人 真理是什麼 那麼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什麼 真理就是 一切法 緣起無我 因為這樣你難才能得解脫 緣起的無我 不是斷滅的無我 那你講有我 那就更不能可能得解脫了 所以這個無我 緣起無我 因為 生死是怎麼來的 生死是從我見我愛來的 你之則有痛苦 有生死輪迴 那麼 生死輪迴才造成痛苦嘛 是因為我見 有我見有我愛 有我見我愛 有我所愛 然後才產生煩惱 造作惡劣 才受 有愛就取嘛 愛取有 就是這樣來的啊 緣起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那你現在都不從這個道理去 去下手去解脫 你到底在修什麼行 所以很多人 修行都是一直寄望 他的神 他的菩薩 能夠幫助他 不是 佛法絕對不是這樣 佛法知道有因有果 你痛苦的因從哪裡來 你必須用什麼方法去除掉這個痛苦的因 你才能夠得到不痛苦的果 很多人不管這個 反正 只要我送君 只要 只要我念佛 只要我念菩薩 他就會來幫我 就好像我們 這個送造神 那 這個 天 天賞罰善惡 天啊 天上的人賞罰善惡 你做得好 就給你功德多一點 你做得不好 我就懲罰給你痛苦多一點 那 天怎麼會知道呢 連一家都有造神 那 時間到了 要去禀報給上天知道 那為了讓他講好話 煮一些湯鹽 給他吃 讓他講好話 多說一點好話 多施我一些功德 那 我們現在也差不多是這樣 在佛福的面前表現好一點 虔誠一點 恭敬一點 憑口 买大顆一點 那 菩薩看了 會憐憑我 看我這麼虔誠 恭敬專注的份上 那 就消除我一些痛苦 增加我一些福報 他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個人音樂 所以你最重要的不是 怎麼討好佛菩薩 而是怎麼樣聽佛菩薩 佛菩薩到底跟我們講的什麼話 正確的道路怎麼走 儒索修賢 依教奉賢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 所以文法的功德 那我們再來看看 心態很重要 方法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正見正思維 你是起不了正語正業正命的 就是正確的修行 就好像 你不曉得什麼是佛法 你念佛也有可能變成外道 你慈戒也有可能變成外道 你禅修禅典得五神通 一樣變成外道 你以為慈戒修禅典就不會墮三二道 我告訴你一定要墮 照你講慈戒修定 不是生人就是生天 我告訴你也會墮三二道 你看阿安君裡面慈戒修定 後來還是一樣墮三二道 苦行外道不慈戒不修定 善心比丘不慈戒 後來因為邪戒 後來因為邪戒 一樣墮三二道 一樣墮三二道 那個壽虎百世也浮生的 他不慈戒嗎 他不修墮不修 沒有陣間他就墮三二道 所以這個很重要 陣間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剛才看 看五十八頁 第二端 第一個比喻 第一個比喻 他第一個比喻是 如氣壽與水 然後第二個比喻 那麼如地植與種 好像在地上種植古豆等種 種一些植物 種子 那麼也有三種過失 第一個落在沙子上 那是不會發芽的 要看什麼種子 有些種子在沙子上也會發芽 那是他就一般來講 因為他沒有泥土 他沒有泥土 他不能長 第二個落在金曼蟲生的土內 即使能發芽也無法生長 為什麼 競爭不過那些曼草 那很快就被曼草淹沒了 吸收不再養分 第三個落在肥沃的土上 沒有幼草障礙 可是也沒有生長在土內 不久就被鳥雀灼去 那個土很容易長 可是沒有土埋起來 這個鳥一來就把它抓走了 那個種子就被鳥吃掉了 也不能長 那假設你播種在這三種狀態 那你的種子怎麼能夠長出來呢 那你智慧的種子 福報的種子也一樣 聽聞佛法也是這樣 畢生老師有講過 學佛一般有三種方便 那中國的方便就是吃素 送金念佛 這是中國佛教的方便 可是為什麼要吃素 吃素是為了長養慈悲 你吃素吃得很清淨 連那個鍋子煮過肉的你都不用 你一定要用新的鍋子 煮過肉的你就覺得不乾淨了 裡面有油的 有些也吃得很清淨 甚至蔥蒜頭都不吃 這叫做煮過肉 這叫做煮心 你都不吃 煮過肉都不吃 甚至連那個味道它都盡量不穩 非常清淨 可是如果不慈悲那沒有意義 吃素是為了長養慈悲 你對動物很愛護 對貓很愛護 可是對人 沒有感情不愛護 沒有意義 你對外面的人很好 可是對家裡的人不好 也沒有意義 也沒有意義 所以吃素是為了長養慈悲 你如果吃素是為了擴大你的慈悲 長養你的慈悲 結果很多人對貓狗 你對得很好 那這個已經就顛倒了 其實我看過也這個樣子 對那個貓狗特好 對那個貓狗好像對小孩子一樣 對九二零星齊眼義色 甚至為了他家的小貓小狗 要去跟隔壁打架 那這個其實 那一般人也是這樣 那是佛教徒不應該這樣 他是為了長養慈悲 那麼宋經呢 為了增長智慧 你應該明白經典的道理 而不只是送完這部經 你根本不去想他才講什麼 送完這部經 送地藏經給地藏菩薩聽 送普門品給觀音菩薩聽 你根本就不知道 觀音菩薩講這部經 是要講給你經的 你要講給你明白的 要講給你修行的 結果你送經 送他的經給他聽 要請他 要叫他來保佑你 一般也是這樣的 然後送完幾部經 就有多少功德 然後我現在生病 要送二十部新鋼經 送三十部藥師經 我父母親往生要送五十部地藏經 就不可以是這樣子 這不是啊 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他重點是要長養智慧 明白道理 知道怎麼修行 知道從哪裡下手 知道從哪裡去除煩惱 知道從哪裡增長功德 要明白這個 念佛是會 策異策發我們的信心 對佛法的信心 所以 念阿彌陀佛 就知道阿彌陀佛是怎麼修行的 阿彌陀佛怎麼修行的 阿彌陀佛法上米修給他看 他跟著四字架王佛修行 跟在佛旁邊修行 然後他想知道其他的佛 都是怎麼度眾生 四字架王佛就給他看 兩百一十億的佛國土 他看穩了之後 他跟四字架王佛就講 我知道要怎麼修行 這尊佛是用這樣的國土 用這樣的世界 用這樣的方便 來度這樣的眾生 這尊佛是用這樣的方便 來度這樣的眾生 我以後成佛 我要像這尊佛這樣 像這尊佛這樣 像這尊佛這樣 十方國土他都看過了 所有佛國土的殊勝跟優點 以後我成佛的時候都要有 所以他就努力修行 因為他要比其他 所有諸佛度眾生的方法 他都要學 就好像你去美國 你是醫生去美國 那麼看這些醫生怎麼樣醫病 用什麼方法醫病 去英國 去澳洲 去歐洲 看完了之後 所有全世界醫生醫病的方法 我都要學會 因為有不同的病人 他們所有的儀器我都要買 那你回來就趕快訓練 然後賺錢 然後再買這些儀器 建這樣的一區一區的 裡面要有安寧病房 裡面要有癌症專用病房 裡面要有核桶病房 就是怎麼樣幫助這些人 他是這樣的 他並沒有說 他並沒有說 是不是要王婆給他看 這裡 這裡的佛這樣 這裡的佛這樣 然後他說 好 那是在王婆 我要到那邊去 他沒有這樣講 他是說 那我要學習這尊佛 我要學習這尊佛 我要學習那尊佛 我要學習十方諸佛的慈悲跟智慧 跟方便 然後我未來一定會成果 然後像這些諸佛菩薩一樣 他是這樣的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就是 那極樂世界很好 那我要去極樂世界 當然 當然 這個無量壽軍裡面 也勸你 也勸你 你一定 你就是要發願廣稱極樂世界 跟諸佛菩薩學 但是他也跟你講 你在諸佛世界 修一天 勝過在極樂世界修一百年 為什麼這樣跟你講 你現在在諸佛世界啊 以後在諸佛世界好好修行啊 現在問題是 大家在諸佛世界不修行啊 就等著到極樂世界去修行啊 這個問題比較麻煩 禁讀經典沒有這麼說 禁讀經典是說 你在諸佛世界好好修行 發起對佛法的信心 好要精進 然後 等到你到往生的時候 再去 受命禁的時候 再去跟諸佛菩薩 再努力學習 是這樣子的 後來我們就變了 變成在諸佛世界不修行 修行就是念佛 一心求往生 然後到那裡去修行 不是啊 人家不要說 先跟你講 你要在諸佛世界 要好好修行啊 在這裡修一天 聖過張阿倫修一百年啊 你要努力在這裡修行 然後在受命禁的時候 不管哪一天受命禁都沒關係 然後 我就再去跟阿彌陀佛學習 是這個樣子啊 哪裡有佛 我去哪裡學習啊 因為釋交佛已經滅度了嘛 那西方就阿彌陀佛現在還成佛 那你去跟佛學習 是這種跟佛 我現在就跟佛學習 到以後我還是跟佛學習 那佛是怎麼成佛的 那佛是怎麼成佛的 你要知道啊 我們的佛法後來都變直了 都變直了 所以說末法 大家都追求那個字末 而不求那個根本 因為大家不聽見 不聞法 沒有智慧 沒有辦法分辨 沒有辦法 誰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常說 之前有一個巨師跟我說 我們在家好好念佛就好 不要到處去聽 聽那些沒有用 因為 因為釋迦摩擬佛也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就胡說八道 很多人也相信 是這樣 連釋迦摩擬佛跟阿彌陀佛 我們怎麼可以不念呢 再加阿彌陀佛就好 不要去 不是啦 不是這樣 你不聽聽你不懂 不覺醒佛法不知道 所以這些 吃素是為了掌養慈悲 聽聽經 送經 是為了增長智慧 念佛 是為了策發信任 要跟佛一樣 相信佛有這樣的書證 那我要跟佛學 要跟佛一樣 你問阿彌陀佛要跟阿彌陀佛一樣 阿彌陀佛怎麼樣 阿彌陀佛 唯一建造很好莊嚴國土來成熟重生 我們要跟阿彌陀佛一樣 念佛是要向佛學習 念釋迦摩擬佛 像我們一開始念 南無本世釋迦摩擬佛 我們要向釋迦佛學習 南無阿彌陀佛 我要向阿彌陀佛學習 南無盜戰聖佛 我要向盜戰聖佛學習 我要對自我的煩惱 南無虛弥山佛 我要跟虛弥山佛學習 我要累積功德向虛弥山那樣 這個就是念佛的作用 每一尊摩都有它的特點 好像你喜歡貝多芬 你一定是喜歡音樂 你喜歡碧卡索 你喜歡他的畫 他的風格 你跟他學習 你喜歡王羲之 你喜歡書法 你跟他學 一定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種觀念一定要有 像他這裡講說 天文佛法是出示 他講 文法最重要的是堅長智慧 那文法文虛弥 就是出示心法種 但如不注意領獸 或領獸而已 雜欄心相雜 就是說 你一般人是這樣 經送完了就算了 送一步兩步 我要送十步 我要送十步 我會想給我爸爸 我會想給我媽媽 我會想我身體趕快好 我會想可以賺大錢 我會想我事業成功 我會想我婚姻順利 很多人都這樣 其實佛法不是這樣的 那他講 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重點不是在這裡 他講 這個是 如果不注意領獸 你送了經 你沒有去了解這個經 你的心到底在跟你講什麼 不注意領獸 沒有去思維 他在跟你說什麼 比如說很多人 很明顯的 以前我們也這樣 送心經 官司在菩薩 行聲不得不得不得 你照見你 你一切空 度一切苦惡 然後有很多人就講 念這個心經 念這個心經 可以超度 可以解脫痛苦 因為他度一切苦惡 誰幫你度的 你念心經 關於菩薩 就幫你度一切苦惡 不是這樣 所以 念到最後 戒滴戒滴 波勒戒滴 波勒生戒滴 是無上奏 是無等等奏 是大明奏 是無上奏 是無等等奏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能夠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很多人就一文解義 對不對 這個咒語 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你只要念 戒滴戒滴 波勒戒滴 波勒戒滴 就能除一切苦 這個是關於菩薩的心作 念了就能除一切苦 所以 大家都 也不用念那麼多 沒有時間 有時間就心經整部念 沒有時間就念戒滴戒滴 波勒戒滴 波勒戒滴 後來發現這個是佛語音 那原來的音是什麼 有泛音 就去找找找 原來的音是什麼 就念泛音 就不念戒滴戒滴 你看 因為他比較接近台語音 就原來的泛音 找到找到 咖啡咖啡 那這樣念就可以除一切苦 這樣念可以除一切苦嗎 沒有 這樣念可以除一切苦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跟你講了 因為他已經跟你講了 人除一切苦是什麼 是照見母音皆空 你看 他已經跟你講了 可是你又不學 那麼你只是念 你又不學習他的道理 照見母音皆空 不一切苦惡 因為一切苦 這我們剛才講 生死如何從哪裡來 從我見哪裡 五印就是我見 這個就是我 五印為我 五印是我 五印之外有我 五印之中有我 五印就是我 五印之外有我 就是這個觀念而已 我見是生死人為的根本 所以你把這個五印去掉了 五印皆空 就是五我見 正元起無我 照見五印皆空 就是正元起無我 見元起無我 正如元起無我 或是見元起無我 斷生見 因為元起所以是無我 就是生見 就是斷生見 斷生見見元起 那麼你生死就斷了 生死的根就斷了 所以生死的根斷 一切苦就斷了 那後面跟你講 借地借地 波羅借地 波羅生借地 只是告訴你 波羅 波羅照見五印皆空 非常重要 你應該要趕快學習波羅 然後到彼岸 到生死 涅槃的彼岸 度過生死的大海 到涅槃的彼岸 他只是該強調這件事 結果你不懂他的意思 就直接說 接地接地波羅接地 是能處一切苦真實不虛 他已經跟你講 處一切苦是要照見五印皆空 照見五印皆空要有波羅 所以你要行生波羅 波羅密多 就是你在有智慧 有波羅的智慧的時候 你能夠斷生死的根本 五印五惡 你能夠去除這個我見 這樣你就能夠斷生死根本 你要朝這個目標 結果你誤會 天天在那邊加鐵加鐵 摩拉加鐵 唸一遍兩遍三遍 然後把心經做成 心經的牌子 掛在車上 掛在房間 然後戴在腰上 然後就可以保住你 處一切苦 很多人都變成這樣啊 這哪裡是佛法 這不是佛法 這根本就是外道法 進行受歸於佛 中部歸於天母 外道天母 進行受歸於法 中部歸於外道邪說 你根本學的不是佛 根本學的是外道 不是佛法 是外道法 佛已經講了啊 齒雲俊俗 兩俊俗 三俊俗 乃至千俊俗 百俊俗 可以得解脫 無有是處 沒有這種道理 誰信啊 誰聽了 誰想了 沒有 這很多佛教徒 其實是拼著揚品的 都是外道 就是我們叫做佛教的皮外道的骨 佛皮外道骨 那其實不是 原因是什麼 唐朝從佛法進中國回來 一直都是以文法為限 一直都是這樣文法為限 南北朝 漢朝 那麼一開始是這樣 翻譯經典 最早佛法進到中國來 因為那個時候經典都是外國啊 所以都是以譯經為主 最早是譯經 譯經之後 譯完經之後就學 就是我們講誦經讀經 就譯經 然後就學習 就讀經 讀 就是學習 像玄奘大師 像丘摩羅斯 一邊翻譯 玄奘大師這樣翻譯完了 就直接教 直接教 直接學 告訴他的道理 就要學習 就明白他的道理 明白他的修行方法 後來就慢慢到了宋朝之後 本來是義經 然後學習經典 到了南北朝之後 南北朝之後開始 開始大家各個學看 然後學習 我學習大玻璃環經的 我是學習法華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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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學經 以前只有這樣 以前沒有宋經的 以前沒有宋經的 唐朝跟南北朝時代 是沒有宋經的 大家學佛就是 就有一點像學四書五經這樣 就大家講 然後講道理 沒有天天念著 念著人之初 信本善 然後念一念 然後就有空的 沒有這樣的 然後不會說 你天天念 天天會在孔子面前念 學而而失之之 不亦與悅乎 然後念幾遍 然後就迴散給誰 沒有這樣子的 以前沒有這樣子的 以前學習佛華教 好像學習四書五經一樣 明白他的道 上面講 教我們怎麼做人主事 教我們倫理道德 做這些的 現在儒家也沒有這樣 就拿著世書 拿著倫理 在孔子面前背 在孟子前背 然後背完了 活向給誰 沒有這樣 都是學習的 佛華也是這樣 然後來到了 到了這個宋朝之後 開始 開始就華為多了 就專門送金給佛夫薩佩 這有一點像儒家 送倫理給孔子 給貴在孔子面前人家送 結合施啟之不亦樂乎 有盆之有狂乃 也不亦樂乎 人不吃而不孕 不亦金子乎 這一定一遍兩遍三遍 你看這像話嗎 當然不像話 後來 後來就變成 印經 學經 讀經 後來就變成什麼 印經 送經 就拜經 就變成這樣 一字一拜 南 摩 廟 法 拜了就有功德 一本經放在那邊拜 當然這個也有作用 不是沒作用 但是真正的作用不太重要 它是增加你的錢 那經最重要的是什麼 理解 政見 送經最重要的是產生正見 然後再進行正確的理解 然後知道要怎麼做 知道要怎麼做 就是我們講的 那先有一個目標 然後目標裡面 然後你朝這個目標去努力 怎麼努力 它有方法 有步驟 目標是什麼 就三個而已 一個升天 真上升星 未來要比現在好 現在要幸福美馬 未來要比現在好 真上升星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解脫 我要斷一切的苦 我不要受於這苦 我要出生死輪迴 一種是成佛 我不再要出生死輪迴 我要帶著我的父母 師父師長 冤親在主 法徒賤主 都出生死輪迴 發普及心 就是這種心而已 發生上升星 未來的現在好 升天 現在幸福圓滿 未來圓滿幸福 然後出一心 出三界輪迴 不再受苦 普及心 成佛 度一切眾生 你就是三種 那你目標先定出來 那不同的目標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都要有正確 都要有正確 那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痛苦 念佛傷腐痛苦 想解脫 念佛可以得到解脫 要成佛 念佛可以成佛 什麼東西都一味藥而已 不是 佛法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今天有痛苦 跟隔壁的鄰居不好 跟太太感情不好 跟兒子感情不好 就不聽 送親 爸爸往生了 媽媽往生了 送親 過生日送親 想要應援好一點 送親 反正就 都是這樣 你根本就不曉得 你的目標 需要用什麼方法 然後採取什麼步驟 你的問題從哪裡來 不知道 這個佛教 比較多可以選擇 如果基督教 就念上帝 禱告 然後 有他就一部聖經 但是他也就念很多篇 就寫了 還有什麼福音 什麼福音 馬可福音 什麼福音 但是 佛法 佛法後來就 很多人送親 不想有親的道理 而且後來慢慢就貼標籤 有人往生就念地上經 有人生病 就念藥師經 然後事業不好 或是身體不好 就念補門品 那就是好像看專科醫生一樣 但是佛法不是這樣 他是告訴你 你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什麼問題 有什麼痛苦 你需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其實是這樣 那這裡講 所以講 你如果不注意領受 你根本就不去理解 他經裡面到底要告訴你什麼 你只管送 送完了就有了 沒有 不是這樣子 或是你領受的時候 跟雜欄心相應 煩惱 雜欄就是煩惱 人家不是這樣講的 你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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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他講些什麼 可是 你那個是煩惱相應的 文明相應的 魚吃相應的 根本人家不是要這樣跟你講 佛法佛陀不是這個意思 結果 你去看著那個意思 那這樣也達不到作用 或是心雖親近 或是你了解的是對的 但是 你一下子就把它忘掉了 根本就沒有 沒有 沒有注重這件事 就是 注意這件事 所以很快就忘了 像天人文法就這樣 他也不是雜欄心的 他有去思維 但一下子就忘掉了 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所以這樣的文法 不會有結果 為什麼我們學了那麼多 誦經誦了那麼久 念佛念了那麼久 煩惱依然還是煩惱 痛苦還是痛苦 你好像沒有解決 以前的痛苦 現在也一樣痛苦 有時候更痛苦 總希望學習佛法之後 明明之中就被解決了 總希望送完經之後 忽然之間就沒有了 麻煩就沒有了 我們都是這樣希望 其實不是 文法不是這樣的 所以 這樣的文法 這樣的誦經 其實 因為誦經也是文法的一種 這個是不會有結果 就是不會有好的結果 不會有達到你想要 遠離痛苦 斷除煩惱 得到解脫 得到幸福的結果 很少 不太容易 所以文法而求 有利益 就是你誦經 你文法要真的得到功德 利益就是功德 有利益的作用 這個就是功德 必須履氣三種過世 好好的聽文思維 而且怎麼樣 受辭就是意念不忘 必須是這樣 那麼猜可 就是你聽了之後 你要聽對 聽對了之後 就是聽得要正確 聽得要正確 如果你聽得不正確 那你就可能 你想就想錯了 就好像我們講 這個阿難聽到 有一個筆修在送法巨詩 若人生百歲 不見誰老賀 不如生人日兒者見文生 活了一百歲沒看過白路師 不如活一天看過白路師 你聽錯了 他不是這樣 他應該是 如果人活了一百歲 沒有見過元起法 不如活一歲可以見過元起法 不活一千就見過元起法 你只要見元起法 你就斷生死了 你沒有見元起法 千節百節都在輪迴 是元起法很重要 元起無我很重要 這個才有道理 那你先要聽正確 那你才會再去思維 那什麼是元起法 你一聽就開始聽錯了 若人生百歲 不見誰老賀 沒有看過白路師 那你再去想 一開始就聽錯了不正確 你再去想什麼是白路師 白路師有幾種 那看到什麼樣的白路師 才不枉會活這一生 才不枉會活這一生 那你就算真的看到白路師 那你能夠得到什麼 沒有啊 那你先聽對 然後再去想 元起法是什麼 然後想對了 然後努力去研究元起法 元起無我 元起無我 斷了無我 後來斷了無我 真的是 不枉會你這一生學否 才有道理啊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 就聽錯了 那這個後面就沒有辦法了 你再怎麼想怎麼想 白路師也沒有辦法斷你的生死 沒辦法 就好像我們講心肌 你一開始就誤會了 你聽是聽對誤會了 你沒有好好去思維 他的重點是五韻皆空 照見五韻皆空 才能除一切苦惡 結果你把他放在 無上座 無等等座 皆滴皆滴 波羅皆滴 波羅生皆滴 本能除一切苦生死不虛 你把他放在這裡啦 你又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訴你 波羅很重要 總結 總結 波羅很重要 趕快學習無我的智慧 解脫生死 才能除一切苦 結果你把他放錯重點 你去思維 接滴接滴 然後思維 然後得到結論 就是古犯音 接滴接滴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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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唸幾百倍 你就可以除一切苦 那你看 還是枉費 第一個 你聽的不正確 第二個 聽的正確 想的不正確 第三個 想的 聽的想的都正確 但是 放在心裡面沒多久 就沒有了 一下子 生起不了那個作用 作用不大 作用不大 因為他沒有義詞在心 陀螺裡的意思就是什麼 義詞在心 常穿我心 念之在之 不會忘思 他基本上是這樣 那個佛法在你的內心 刻骨銀心 這用才能產生力量 你看 這三個 文法三整過世 基本上是這樣 你看 奴家學習也是這樣 博文之 博文 多文 博學 審問 聖思 明辯 你看 最後才 努力去修行 獨行 他是這個程序 但我們文法也是要這樣 要努力思維 你看 他也是這樣 博學 審問 要去理解他到底在講些什麼 問題是什麼 盛思 明辯 你看他講的可清楚 要明辯 辯言 然後 要去授辭 用心 要切實的去授辭 把這些道理弄清楚 你看 奴隸思維 他有這三個層次 然後 最後 才法學 法學 修行 那我們 我們現在文法就在這裡 文法是在這裡而已 誦經文法 讀經 誦經 都在這裡而已 不管你是聽經 不管你是誦經 他都是在文法階段 那你要好好把這些道理弄清楚 弄完清楚之後 我知道該怎麼做 就好像 法善彼丘 看完了 看完了 看完了這個 211佛國主之後 我師父要該怎麼做 他就開始努力去修行 而且他還想了五節 這樣做這樣做 要怎麼樣怎麼樣 想了五節 聽完是要跟我說法 聽完看完這個 其他的我佛國主的佛 度眾生之後 想了五節 然後最後五節 五節做這種詩 然後用百千萬節來努力 激鴻雷德 一樣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今天在這裡 聽了兩個小時回去 我們要想想 那我們聽了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做 佛陀告訴我們怎麼做 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要馬上提起來 那這樣啊這樣啊這樣 以後看見了說 有經理告訴我們什麼 馬上要想起來 義詞不忘 那他隨時就有力量 好像你念觀音菩薩 那蔡雷德心起來的時候 就想到 人家觀音菩薩是怎麼修行的 那你馬上就把蔡雷德心去掉 都不只是 你沒有去思維那個慈悲 沒有升起那個慈悲 只希望念觀音菩薩 去掉我的慈悲 沒有 沒有啊 你要意念觀音菩薩的功德 人家觀音菩薩是怎麼修的 他是怎麼教你的 那這個 真正升起慈悲 所以才能去除才能寫的 好 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說要遠離這三種過失 後面 他講聽法的時候 要用什麼態度來接受佛法 前面是三種不好的 那這裡是三種 要有 要有 要有幾種 就是四種 這裡講四種 有四種正確的心態 去除三種不正確的心態 不正確的 那麼過失 離去三種不正確的過失 那麼再擁有四種正確的心態 那麼你才能夠得到文法的功德 好 他講病想醫藥想 因重療治想 病想是一個 醫藥想是一個 因重療治想是一個 隨文如縮寫 就是 病想一個 醫想一個 藥想一個 就病 病 醫 藥 這是三個 這是三個 然後因重療治想 就是治病想 這是四個 這總共四個 好 那麼隨佛如縮寫 佛說法如盡 就病想 醫想 藥想 療病想 好 那另外有所謂的善事久助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就是中科巴講六想 這裡是講四想 那我們知道 那如果我們一普吉道師廣告 有六想 病想 醫想 藥想 然後善事 醫善之事 這個法是善之事 然後 九助 就是那個法要九助 有這六種想 文法六想 那這裡是講四想 那我們知道 陳博士道是有參考 普吉道師廣告的 就是顯教的普吉道師廣告 那普吉道師廣告是密教的 中科巴做的 那醫生老師參考了這個普吉道師廣告呢 做一個以顯教為主的 就是以大乘佛法為主 不是密法 那以大乘為法為主的 陳博士道 那普吉道就是陳博士道 無上普吉的修選的方法 那文法六想 病想 這個是中科巴 中科巴說的文法六想 病想 音想 要想 那 陳博士道就寫四個 病想 音想 要想 善治想 就治病想 就治病想 就治病 這四想 然後再加上 善四想 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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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九柱 政法九柱想 這等全部是六想 那我們來看 當聽法的時候 要用什麼態度來接受佛法呢 是 釋迦佛說 眾生有 生有三病 老病死 心有三病 貪稱痴 那因為有老病死 所以釋迦佛為了解決老病死才成佛 那成佛就是為了解決老病死 那 如來為此而出世 這個阿安經裡面有講 以世間有老病死故 如來出現於世 就是為了 因為 就是要解決生死人為的問題 成佛就沒有生死人為 阿羅漢也是 那佛就是大阿羅漢 阿羅漢也是覺悟的人 覺悟真理的人 斷了身見 斷了我見 對不對 如來為此而出世 因為 因為有老病死有痛苦 為了解決老病死痛苦 才想辦法去找到 解決老病死痛苦的方法 而真的找到了 解決了 所以叫做佛 那換言之佛是大醫王 法是良藥 身是護病者 如果從佛法身來講 就是佛是醫生 法就是醫生開的藥 因為藥是致生死輪迴的病的 身 這是護病的護士 那就是你在醫院裡面 生病到醫院裡面 遵循護士的教導 護士是遵照醫生的教導 醫生的處方 這個人要打針 這個人要先休息 這個人要怎麼樣 要照S光要怎樣 然後醫生 你跟著身頭 跟著身團 學習佛陀解脫生死的方法 所以身就叫護士 你跟著護士 遵賢醫生教你的 遠離痛苦的方法 一樣的道理 所以三寶出現世間 是為了救濟眾生 身心重病的 在佛陀時代這些身團很多 像捨立佛 穆建人 都是跟著佛 而得解脫的 然後再幫助佛 怎麼來幫助眾生 再跟著佛 一起來幫助眾生 聽佛的吩咐 那麼幫助眾生 怎麼得解脫的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聽聞佛法 要有這樣的觀想 你要了解這個道理 並想自己從無死以來 就為身心重病所殘放 我們有煩惱 我們有痛苦 我們有生死 這個煩惱完了 換另外一個煩惱 有時候這個煩惱沒有完 另外一個煩惱就來了 有時候這個煩惱沒有解決 又加重了 加重煩惱 常常是這樣 那常常是 這個煩惱好了 換另外一個煩惱 這個煩惱還沒好 另外一個煩惱又來 這個煩惱已經加重了 另外一個煩惱又來 就很多種 常常都是烏肉偏縫連月雨 行喘又欲對頭風 所以世間人常常在感嘆 不如一是十之八九 而且通常都是禍不擔心 通常都會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怎麼樣解決 而且要徹底的解決 那其實佛法就是為了這個來 願正為愛別女求不得 老病死 那所以 從無死以來 就為身心重病所纏繞 弄得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生死死生苦痛無窮 自身有重病 手有有苦 這是必須確定認識的 如不覺得自己有病 或覺得有病 而不肯求醫 那就以佛法無略了 所以佛法基本上 是所有人都必須需要的 不是佛教徒需要的 就好像 不管你是佛教徒 是灰教徒 是基督教徒 乃至於你是共產黨的 唯物論的 不信 不信有圓圍的 你生病了 你都要看醫生 一樣啊 灰教徒生病 你要看醫生啊 基督教徒也一樣啊 你信媽祖聖季公 信官公 信土地公 乃至於你什麼都不信 你生病也是要吃掉 也是要看醫生啊 你餓了還是要吃飯啊 不管你吃什麼東西啊 吃飯吃麵包 吃麵條 你都是要吃的 你必須要有營養 生病的必須要除掉這個病 走路走道內的必須要休息 這每一個人都一樣 所有的眾生都一樣 那佛法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佛法 佛法不是像基督教天主教 那麼屬於特定的人的神 不是 上帝原來是猶太人的神 後來就變成世界的神 佛陀不是 佛陀不是釋迦族的神 不是印度人的神 不是 他是到處世間的人 痛苦是怎麼來的 解決痛苦的方法是什麼 解決完痛苦會成為什麼 他是告訴你這個 就好像醫生是不分國界的 不分種族的 不分信仰的 他只是告訴你你的病是怎麼來的 你必須要吃什麼 要可以治療這種病 以後要怎麼樣才不會再生這種病 就是全世界通用的 所有的眾生都通用的 佛法其實是這樣的一種方法 所以 那你要先認識 你要先認識 我是不是有痛苦的人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痛苦 所以天人為什麼 天人為什麼不太能夠休息 天人他信你 他就不覺得 我都沒有問題 我都沒有痛苦 佛法是要解決痛苦的 所以很多人會講 師父我都沒有煩惱 有些人曾經問我 師父你為什麼要出家 我會想 因為 因為有煩惱有痛苦 我要斷除煩惱要斷除痛苦 他覺得因為他生活也幸福 先生對他非常好 家裡又有錢 住的房子又大 兒子又孝順 他自己身體也好 他的父母身體也還健康 音樂裡面沒有我的親人 監獄裡面沒有我的親人 人可幸福 師父我也要學佛 可是 你覺得我沒有煩惱呢 沒有煩惱幹嘛要學佛 學佛是為了斷煩惱 那不然說 就是我們講離苦得肉 他又沒有痛苦 他已經很幸福 他也滿足很知足 他不需要再有錢給他 他小孩子也很孝順 父母都很健康 自己身體也健康 這種人老實講不多 但是有 真的有這種人 幸福美滿的 一般幸福是幸福不美滿 不是缺那個就缺那個 有錢身體不健康 身體健康沒有錢 身體健康又有錢的 夫妻感情不好 夫妻感情好的 兒子不斬勁 好像就 不是這個就是那個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很少有那種性靈美滿 但是我就見過有這種性靈美滿 這種人 學佛起來 也是有利無利的 因為他就覺得 我有沒有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就隨眼 隨眼 就是這樣 有時間做 有時間就練一點佛 然後聽一點法 然後不施一點 沒有時間就算了 他也沒有什麼 就好像 我就沒有病 他說有這個病也沒關係 偶爾感冒而已 有時間我去看醫生吃個藥 沒時間我就多休息喝喝水就好 如果你的病很嚴重 痛到很不行 你一定要掛急診 馬上看醫生 而且要找到最好的醫生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就 沒練沒練 學佛後來就不就這樣 那種 對痛苦的感受不深切 所以年輕人不太容易學佛 他老病死離他很遠 那比較有錢的 比較幸福美滿的 有錢不一定幸福 有的有錢人痛苦 那就是說 比較痛苦的人 他學佛的心會比較 比較切意的 比較陰重心 那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自己是有煩惱的 所以有人就是 有些這種句子就跟我講 他說我都不覺得有什麼煩惱 我不覺得人生有什麼痛苦 我好像沒有什麼煩惱 你不知道緣起無我 這個是最大的文明 不知道要向解脫 這個是最大的文明 人怎麼可能沒煩惱 最大的煩惱就是我煩 由我煩而升起一切的痛苦 當然這個痛苦要看 你的善業多 痛苦就小一點 你的惡願 像你再生到無色戒 你如果生到色戒 無色戒 像無色戒裡面 他都在急性當中 他也沒煩惱 他念頭都不起了 哪有什麼煩惱 他都不起念頭了 一念不深 他有什麼貪生痴 他有癡有無名 他還是有我見 但是就好像你在禪店裡面 你會起什麼煩惱 你說定功了 你要起什麼煩惱 沒有煩惱 可是沒有煩惱 不代表沒有生死 等到病退了 等到福報進了 痛苦就來了 痛苦就來了 就好像你在麻醉 在麻醉當中 你不會痛啊 麻醉退了之後 你說痛也要死了 我告訴你 一樣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其實是在麻醉當中 是在幸福的麻醉 麻醉劑當中 忘記痛苦 就以為沒有痛苦 不是啊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認識 第一個要知道自己是有病的 病是什麼 老病死的病 貪生痴的病 你講過嗎 身心六種病 身體有老病死 心有貪生痴 每一個人都有 沒有那種沒有的 你要先認知到這一點 那你才會怎麼樣 才會想到解決 先下課